你是不是常常跟我一樣 每一次健檢的時候 這個健檢報告一通開 就發現膽固醇還有三酸甘油脂 都是紅色的 然後感覺說 怎麼真的過來打拼 這個血脂還是過高 怎麼會這樣呢 我們現在比較快點算 是國泰心血管中心的醫師 簡曉甫副 簡醫師 醫師您好 大家好 是 醫師啊 在臺灣據說18歲以上的 高血脂盛行率 高達20%以上 這麼多 五個人來的 就有一個人是高血脂的 尤其我們年過中年之後 三高很容易上升 所以這裡面高血脂 就平常也不容易有表現 這個樣子 我也不知道我會高血脂 所以要請教醫師 除了健檢方面 有什麼方法可以讓自己注意到 我的血脂可能過高了呢 第一個就是 像是身材是比較肥胖的 就是譬如說我們會看一些 有沒有代謝症候群的一些表現 像是男性的腰圍大於90公分 或者是女性的腰圍是大於80公分 那本身又有一些高血壓 血糖的問題 糖尿病 這些都會增加他代謝症候群 發生的機率 那也會增加他高血脂 發生的風險 如果說已經確定有代謝症候群的話 他的高血脂發生的風險 會增加三倍 所以其實膽固醇這個是比較難檢測 他必須要靠抽血 能夠獲得一個數值 但是我們平常可以量血壓 或者是測指尖血糖 那這樣子可以去評估三高的嚴重程度 那如果說三高已經有兩個了 那其實第三個有高膽固醇的機會 也是會非常非常增加 是 那醫師像我這樣 就是說 我每次測我的高血壓 還有血糖 什麼都是正常的 但我們家就是有高血壓 及糖尿病的遺傳家族病史 結果我每次去健檢的時候 就是血脂 它一定是紅色 不管我進了多大的努力 它好像都沒有降下來的那一天 所以病情嚴重的話 我是不是有什麼症狀 可以讓大家跟我一樣都知道說 就是我的高血脂 也越來越嚴重了呢 好哦 那先講說高血脂 因為國人飲食西化的關係 飲食越來越像西方人一樣 而且吃精緻的食物也越來越多 所以膽固醇過高的比例 也是逐年在增加 那除了這個飲食造成之外 其實不良的生活形態 大約占了50% 那其他的遺傳因素 大約占了20% 這些都有可能造成 體內的膽固醇 或者是酸酸甘油質的 高的程度會上升 那你說這個到底 有沒有什麼症狀 可以及早去發現 其實有一點困難 主要就是因為膽固醇 或者是酸酸甘油質高 它其實也像高血壓一樣 它在一開始 並不會有症狀 它可能血壓要高了10年 20年之後才開始會造成 器官內的病變 然後才造成症狀跑出來 那像是膽固醇 如果說在血液裡面 循環的量非常多的時候 它會慢慢的會堆積在 我們身體的血管 血管壁上面 造成這些血管變成 粗狀動脈硬化 那像是它堆積在心臟的 混浪動脈血管 它日後發生 經濟梗塞壓 關鍵動脈疾病的機會就會增加 如果堆積在腦部的血管 它日後發生腦中風 腦血管缺血的機會會增加 如果是堆積在腳部的血管 那它之後發生 腳部缺血 我們講說有周邊動脈 我就是走路走一走之後 腳很容易痠很容易痛 甚至是抽筋 那走200公尺就必須要停下來休息 它的機率也是會增加的 所以它在一開始膽固醇高 它還沒有說在動脈血管壁上累積的很明顯 造成嚴重狹窄的時候 其實病人不太會有症狀 一般的民眾可能也就是 日常的生活 其實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但是要等到久了之後 譬如說10年20年之後 造成這些血管的嚴重的狹窄之後 它的症狀才會慢慢跑出來 所以目前才會建議說要早一點去做 就是要規律的去做健康檢查 如果說血液中的膽固醇 或33甘油脂過高的時候 盡早的去做介入 避免這些膽固醇 它堆積在血管壁上造成後續的變化 是 所以說小腿抽筋 剛剛醫生也講到了 還有說眼球周圍出現 像這個腳膜老人環 他們也都跟高血脂有關嗎 欸 腳膜老人也會 那小腿抽筋的話 主要是因為它造成腳部的血管 有阻塞或狹窄 那但是這也不一定是高膽固醇造成 因為糖尿病的病人也會有這樣子的表現 那另外像是眼睛的部分 其實另外一個比較常見的叫做黃斑瘤 就是不是在腳膜上 它是在眼睛的周圍 眼睛眼皮上面 然後造成很多的膽固醇堆積在皮下 然後造成一粒一粒黃色扁平的凸形 然後這個叫黃斑瘤 那這個其實在高膽固醇 血症的病人其實也是滿常見的 那這種怎麼辦呢 上面有一顆一顆也不會影響視力啦 但是它是算是症狀之一 對 就是這些就告訴我們說 這個凝重可能膽固醇高 而且維持一段時間了 所以會建議當然就是盡早去做健康檢查 那如果說有符合降膽固醇的適應症的話 就要配合醫生 做生活飲食習慣的改變 以及做這個藥物的治療這樣 了解 所以血脂過高容易會併發什麼特別的疾病嗎 像我每次去抽血 血脂都一直是過高的 不管我是胖或瘦的時候 那我的就是醫生都叫我說油 醫生都叫我說油 因為我們家本來煮菜的時候 我都用炸雞油炸豬油 現在都不敢 都買那個貴鬆鬆的橄欖油 但是呢每次見見也是沒有救的 就是這個血脂永遠降不下來 對 就是生活習慣的做一些調整 是一個治療 介入治療的一個方式 那上醫生都會說要低鮮 然後要 那就是應該是說 目前的 目前的會有這種高膽固醇血症的病人啊 那他們主要的飲食都是西化 低鮮高糖高油脂 或者是飲酒過量或者是生活壓力很大 那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去做一些調整的生活的危險因子 像是高鮮的飲食 然後糖類啊 就是甜的食物 澱粉類的食物或者是精緻的糖 像是蛋糕啊 奶油這些盡量的減少 那油炸類的食物或者是肥肉就盡量減少食用 那不要過量的飲酒 那另外就是目前就是現代國人的工作壓力都很大嘛 那這些豆油可能會在很體內的內分泌失調 那影響造成這些脂肪的堆積 所以要適度的排除壓力啊 多運動減重 這些是我們生活習慣上可以去做調整的部分 瘦子是不是也會有高血脂呢 對 就是因為有一些膽固醇過高的人啊 我們看到就是都瘦瘦的 而且飲食也都說 其實我也沒吃什麼肉類 也沒有吃什麼油炸類的食物 但是它膽固醇就是一直居高不下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代謝膽固醇 或者是三酸甘酷脂的基因出現異常 那這些都是跟家庭的遺傳因素可能會有一些關聯 就是基因的病變所造成的 那如果是這種狀況的話 要從飲食所有習慣去做介入 其實難度非常高 它不一定能夠把這個體內的膽固醇給降下來 這時候可以考慮就是配合吃藥 然後讓這個膽固醇降到比較低可以接受的數值這樣 請問是吃什麼藥呢 一般都是看 醫師你都會看哪一類的藥 那第一個是要先看有沒有符合吃藥的這個適應症 是降膽固醇藥的適應症 那像是我們又要看它降膽固醇的目的是什麼 第一個是它已經有病了 有病指的是有一些心血管方面的疾病 像是曾經發生過腦中風 發生過患量動脈狹窄阻塞 發生過心肌肌塞 或者是本身已經有周邊血管的疾病 或者是有慢性的成長病 這些都是未來發生心血管疾病的高危的因 那所以建議這些病人要盡早 盡可能的把膽固醇控制在正常的範圍之內 那目前其實藥物啊 藥物的部分有一些 像是目前最主流的就是它定類的藥物 英文叫做starting 那像是它的中文名字的話 它有很多不同的廠牌 有像利普陀 萬治陀 或利青之等等 那這些藥物其實目前已經證實 不管是已經有這些心血管的疾病 或者是沒有病 只是膽固醇過高 這種不管是初級預防 或者是次級預防 這些藥物的使用 都可以減少病人的死亡率 可以降膽固醇 還有增加這些病人的存活率的 那這是第一個類別 那是目前最主流的降膽固醇的藥物 但是它的副作用就是會 有些人會有肌肉酸痛 會全身肌肉酸痛 或者是肝臟發炎 只是它發生的比例不高 所以醫生會在剛開始使用這個藥物之後 可能一個月到三個月 會請病人回來做追蹤 第一個就是問 有沒有比較疲倦 小便的顏色有沒有變深 來評估說有沒有肝臟發炎 或者是有肌肉酸痛 甚至是會抽血去驗肝臟的指數 以及肌肉的酵素有沒有上升 那這是第一類的降膽過程藥物 tatin類 因為名字叫starting 另外一類就是它可以減少腸道內的膽固醇的吸收 它的中文叫做止意吻或者是以妥定 它可以隨餐服用 就是減少我們吃進去的膽固醇 那另外的話還有就是離子膜 就是另外一類的降膽固醇藥物 只是這一類的藥物負作用比較多 它比較容易會有像是潮紅啊 倒汗啊 所以目前是比較潛是比較少在使用 但現在如果說 比如說已經有這個嚴重的 這個壞的膽固醇 低密度膽固醇 那在使用這個tatin類的藥物之後 還是沒有辦法達標的話 現在其實已經有一些增劑的藥物 就是比如說兩個禮拜 或者是一個月打一次打在皮下 那打了之後呢 這些藥物降膽固醇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太棒了 這叫什麼 對 但是 健保的給付吧 對 健保的給付條件非常非常的嚴苛 給付是不太可能 所以目前絕大部分是要自費做使用 但它的藥物費用是蠻貴的 可能一個月要花到2000到4000塊錢 我遇到很多是藍寧階級的朋友 他的工作強度就是要比較高嘛 所以他需要一大早就要吃肉啊 很多蛋白質和澱粉 可是其實多數他們也都有高血脂 你要叫他吃清淡吃低油脂哦 真的是很可憐 所以像這樣的情況醫師有什麼建議呢 那我們一定要到身體血管都已經快篩住了 有病徵了才能吃這些藥嗎 我們能不能趁還沒有只是高血脂的時候就吃藥 然後又可以再繼續吃蛋糕啊 或者是肥豬肉呢 當然如果膽固醇高 應該說我們都會建議要先做生活習慣的改變 就是第一個飲食調整多運動減重 那生活習慣改變三到六個月之後 如果膽固醇還是居高不下 沒有辦法降下來 我們才會建議要開始做藥物的治療 但是並不是說脂太少肉就會造成體力不足 我覺得不能這樣子說 因為其實我們每天消耗的熱量來源啊 主要還是以澱粉類為主 就是雖然說脂肪類所燃燒脂肪所產生的熱量是比較多的 但是其實我們會先利用 體內身體裡面會先利用我們吃進去的這些澱粉類 澱粉類消耗完之後才會用到脂肪 所以其實我們吃進去的脂肪啊 絕大部分都是多的 都是會堆積在體內的內臟啊 或者是皮下 造成體重的增加 所以並不是說肉類吃的比較少 就比較容易會有體力不足啊 就是工作沒有力氣 並不是這樣 所以這是我們的錯誤概念 就是要請教醫師 你的病人裡面有沒有最年輕的 讓你覺得怎麼這麼年輕就血脂這麼高的 或者有沒有年紀最大的 你竟然協助他一次瘦身很多 然後血脂也降得很健康 有沒有這一類的案例呢 有喔 就是應該說年輕族群 然後絕大部分膽固醇如果數字很高 那種那種都是跟他的基因遺傳變異有關係 就是他代謝膽固醇的基因是有問題的 那如果說放任這樣子不管 他的膽固醇可能 總膽固醇是兩三百 那壞的膽固醇可能也是兩百多 那這樣長期下來 他全身血管的膽固醇的堆積會非常非常的嚴重 所以這種都會建議要及早 及早就要開始介入去做藥物的治療 那像是健保是有幾副說如果沒有任何的危險因子 就是說沒有糖尿病沒有這些心血管方面的疾病 那如果說低密度膽固醇也就是我們俗稱壞的膽固醇 他一驗就是超過一百九十的話 他就可以直接健保的藥物去做治療 就是我剛剛講的主流的這種他病類的藥物 好 那麼年紀最大的呢 有沒有在你協助之下 他已經年紀很大 但是他的血脂真的成功降下來了 有嗎 有喔 有 當然有啊 就是八十幾歲 這麼厲害 對對對 就是以前從來都沒有看過醫生 然後都覺得自己身體很好 然後就是開始會有胸悶不舒服的狀況 然後來心臟科求診 那一驗的話膽固醇很高 然後血壓也很高 然後後來經過藥物治療之後 他的膽固醇是完全降在正常的範圍 好厲害 八十幾歲 所以他愛吃的肉啊什麼 他就開始都有 所以當然你要對要八十幾歲的老人家去忌口 其實也有一點困難 因為八十幾歲其實 他能量在一間不少 所以其實他吃的也不多 對對對 但是目前其實降膽固醇藥的效果都非常非常好 他幾乎是可以降 降這個體內的低密度膽固醇至少是可以降50%以上 差這麼多 所以我就說我不要那麼辛苦的減重 我應該是找你們來開個現在最好的藥 是不是對我們這種 就是在又沒有到很嚴重 又是每次數字都紅色的人 就是可不可以提早吃藥 我們自費吃藥可以嗎 或者說我們使用這些很厲害的藥物 那麼是不是多久做一次抽血檢查就好了 目前建議 第一個就是還是要強調一下 就是生活飲食的調整是優先 因為他可能是可以不用吃藥的 因為如果要吃藥的話 他還是會有一些副作用 像是剛剛講的肝臟會發炎 或者是肌肉酸痛 這個是比較少見 但還是臨床上還是有個案報告會有這樣子 所以如果可以透過生活習慣的改變 就可以減少膽固醇的量的 但協議中的膽固醇的話 還是會建議先 先飲食調整然後多運動 因為這除了可以降膽固醇之外 他也可以減少糖尿病 或者是高血壓的發生率 如果我們吃藥只能降膽固醇而已 這是第一個 所以生活習慣的調整還是最重要的 那第二就是規則的吃藥 那如果說吃藥之後開始有一些副作用 可以跟醫生反應 可以說降階我們調整藥物 換成藥效稍微弱一點點 但是副作用也會稍微少一點 那原則上的話 開始使用這些藥物之後 會大概一個月到三個月追蹤 那抽血的話是三個月追蹤一次 像是我個人的習慣 我會先三個月追蹤 血液中的膽固醇之外 我也會看一下肝臟的指數 以及肌肉的酵素沒有正常 如果說是有異常 譬如說肝指數有超過正常值的 三倍以上的話 那就考慮藥物要調整 是 是 真的今天非常謝謝 國泰的心血管中心 檢燒副檢醫師 幫我們這麼精彩的解說 所以大家不要像我一樣 老是只是想吃藥 還是要運動好不好 更改生活的習慣 要不然趕快就找檢醫師來報到 謝謝 謝謝醫師 謝謝 這個 tavalla